眼下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团的比赛已经结束 最终中国队在陈梦她们的带领下 强势打败日本队 再度实现未免夺得了金牌 在本场比赛结束后 中国队已经稳坐金牌榜的第一名 还超过了美国队四块金牌 首先可以看到 进入到最新的比赛日 中国队的奥运健儿真的非常给力 从凌晨2点45分左右开始 我们在女子牵球方面就获得了一枚铜牌 紧接着在拳击 举重 艺术体操 跳水 乒乓球这些项目 中国队都夺得了金牌 其中从晚上差不多10点钟开始 中国奥运代表团夺得了艺术体操团体全能第一块金牌 到了10点半左右 我们在跳水十米台的比赛又夺得了金牌 到了11点半的时间 中国乒乓球女团又打败了日本队夺得金牌 如此一来 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疯狂拿下了三块金牌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队的奥运金牌数已经来到了37枚 比美国队还多出了4枚 这样的成绩实际上放在奥运会刚刚开始的时候 根本不敢想象 因为在前几天比赛的时候 美国队在他们的强项夺得了多块金牌 反超中国队来到了金牌榜的第一名 因此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 中国队能够在最近几天疯狂发力 超越美国队来到金牌榜的榜首 而且还比他们多了4块金牌 目前金牌榜的前三名分别是中国 美国 以及澳大利亚 其中中国队37块金牌 而美国队则是33枚金牌 澳大利亚是18枚金牌 按照这样的形式下去 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 如果中国队能够稳定发挥的话 我们将能够创造超越美国队 来到金牌榜的榜首 所以接下来在后面的比赛中 希望中国队的奥运健儿 能够继续加油和努力 随着巴黎奥运会即将结束 回顾这一届的奥运会 中国奥运代表团确实是非常的争气 我们除了在举重 跳水 乒乓球等项目 实现了大部分金牌的包揽之外 另外一方面 中国队的奥运健儿 在攀岩 拳击 花样游泳等入室项目当中 都实现了突破 夺得了金牌 这也是中国队 为什么能够突破往常的成绩 拿到了更多金牌的原因 在巴黎奥运会开始前 外国媒体曾经针对中国队的实力 做了一个金牌数的预测 大概不超过35枚左右 而如今在奥运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中国队已经超越了35枚金牌 接下来还有可能进账更多的金牌 不得不说 中国队的奥运健儿非常的争气 以前美国队一直是奥运会金牌榜的霸主 现如今 一切都彻底改写了